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 今天主要分享内容就是 剪刀的类型跟差别 还有使用的时机 跟价位的选择 最后我会教你们如何挑选一把 适合自己的剪刀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Let's go 好 大家有看到桌上 蛮多支的剪刀 那我今天为大家挑选了几个 跟分享我平常最常使用的几把剪刀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 剪刀的几种类型 一般大家最常拿到最常使用的 就是这种平剪 剪刀它是完全平口的 可以直接做切除头发的动作 第二种就是打薄刀 一面是刀刃 一面刀背的部分 它是有 锯齿孔洞的部分 它就是打薄刀 然后第三种 这种应该就会比较少见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弯刀 它是有点微翘上来的弧度效果 那它打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有点胖胖的 月亮的一个弯度 那最主要 我们剪头发 最需要的剪刀 就是这两把 平剪 跟打薄刀 这两把就可以完成 90%的造型了 好 第二个 使用时机的部分 就是 一般平剪剪刀来说 它有分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干剪的剪刀 另外一种就是 湿剪的剪刀 干剪剪刀什么意思就是 你头发是干的情况下 直接做裁剪的动作 这就是属于干剪的剪刀 那湿剪呢就是你洗完头发 或者是你头发用水喷湿 头发是有湿度的时候去做剪裁的部分 这个才叫湿剪的剪刀 那有另外一种 就是诺曼常用的这种剪刀 它是干湿粮用剪 就是你可以干剪也可以湿剪 差别在哪里 如果你干剪剪刀去剪湿剪的话 它其实是锐利度是没那么好的 那湿剪剪刀去剪干剪的情况下 它也是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很推荐生理师们 你刚接触 选择剪刀的时候 我通常会建议大家 选择一把干湿粮用剪 这样的用途会比较广 也会比较多 你也不会说 我现在要干剪 我现在要湿剪 然后要去换剪刀什么的 再来第2个 就是打包刀 打包刀的话 它的锯齿孔洞 会去分别 比如说有10% 15% 30% 这样的差异 我常用的这一把是15% 它也是最常使用的一种 那我这里也有准备一把 是20%的打包量 你可以看一下 打包刀主要是前端刀头的差异 前面会比较宽一点 有没有看到 这边跟这边 好那这就是打包刀的差别 第三种就是调量常用的 就是我说的弯刀 以前一开始还没接触弯刀的时候 我用的是划剪的剪刀 它主要是在做一个划的动作 那我会使用弯刀是因为它的 取决的空间会更多种 比如说我要去 剪一个弧度 然后做一点比如说羽毛的形状 或者是内弯的形状 这种就会比较好做到 但是它并不好掌握 所以如果想要拿弯刀的同学 你要多多练习或者是去上这种实际弯刀操作课程 第三个就是价位的选择 剪刀类型从几百块到几千块跟几万块 都有这样的机具 差别在哪边呢 主要就是它的锐利度好不好 感受最明显的就是 打包刀的效果 如果你的打包刀不够力 你应该有尝试过被打包的时候 吃到头发就会拉到头皮那种感觉 那是非常痛的 好那我今天带来几种不同价位的剪刀 也直接实测给大家看 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 第一种呢就是我在大卖场买到的 这是我们小编去大卖场买回来的 这把瓶剪是189 这把打包刀还赠送了一只梳子是 也是189 也是189 所以两把400块有找的剪刀 那它拿回来的时候 我其实有测试了一下 那等一下也让大家一起看看 这测试的效果 这梳子真的很烂 梳子好不好啊 你去感受一下它的弹性 如果它弹性是OK的 不会这样一二三 断掉 那就无所谓 我们有时候在梳头发的时候 如果它太卡的情况下 你梳子是会呈现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你梳子 不够柔软 或者弹性是不够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这样 断掉 断掉是很危险的 因为它有可能是直接插到脸上 一定会流血 所以 真的要去注意 拿到梳子的时候去测试一下 它会不会容易断掉 通常就是 好 没了 第二个呢就是你摸这里 这里 上面这一边 如果它很刮手的话 表示你在梳头发 它也会 卡在头发上面 所以 梳子要去测试的时候 你就是摸这里 摸这边跟测试这两个地方 一般不错的梳子 一把大概在 250块到500块之间 就会买到不错的梳子 所以这些在美材行也都找得到 然后 再来中价位的 一般我们 如果助理他们在练习啊 或者是新手 刚入行的时候 我会推荐的 第一把剪刀的极具 一把剪刀价位大概落在3000到6000左右 那像 这把剪刀 这把剪刀是5.5寸的 刚是良用剪 那它是钢夫的品牌 也是日本的剪刀牌子 那 这一把很特别是因为它的 品牌跟我 弯刀的品牌是同一家 这一间也是钢夫的 所以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哪里 就是跟我用一样的 就很特别 跟我用一样的就是特别 懂不懂 然后因为今天拍影片的关心 我就是跟我同事借了他的剪刀 在美法界非常有名的就是 什么念了 攻击牌剪刀 这是在美法界非常有名的 攻击牌剪刀 当然我今天不是帮他们代言 主要是 我们很多同事都拿他们家的剪刀 这一把他剪刀跟我一样是7寸刀 然后这一把打包量是20%的打包刀 他单一把售价是2万块台币 那这两只 就是4万块台币 以上三组就是我今天会测试给大家看的 三组剪刀的交位 从百元、千元到万元 三种剪刀 我们等一下直接来测试看看 他到底剪起来的效果如何 那我们就准备测试吧 GO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测试环节 一般来说 我们都用假头 假人头来做测试 如果你身边没有假头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 卫生纸 如果有看过我的第一堂科 我教大家 怎么去做一个剪刀的练习 我的习惯如果没有头发的话 我也会拿卫生纸 去看他 切口 利不利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把 我在 宝鸭买的 189块的剪刀的 效果如何 我们都剪 各剪三刀 剪五刀好了 五刀 好那我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刀头是立的 就是刀头前端 前端是有立的 但是他中段到后面 其实是没办法 切掉头发的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第二把 刚敷的 可以感受一下他切口出来的效果 对 这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我们很常拿的那种 练习刀 剪出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的俐落 好第3个 我们来试试看 万元的剪刀 有什么差别 这一把7寸剪刀 听这声音就舒服 再听一次 对 所以目前看下来 这把的话 如果你要拿这种剪刀剪 你只能用前端 去做修剪 小点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去掉比较多头发的话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来测试打薄刀 这把呢 是跟这一样在卖台买到 还送了一把梳子的剪刀 好那我们试试看他打薄的效果 2 3 4 进入状况了 我们看一下 他没打过啦 所以 如果你来测试打薄刀啊 你这样测试就知道他会不会咬头发 如果他连这种孔径都没有出来的话代表 他头发是切不断 切不断就很容易在移动的时候 拉到这个头发 你头皮就会被扯到那种感觉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把 刚敷的 有了 这孔洞就都蛮明显的 对 这里可以看到 他有很明显的孔洞 应该就很明显看到 这两 两边两排的差别 这两排的差别 这样 好那我们来测试 2万块的打薄刀 哇他剪下来 孔孔分明啊 可以像这样 煎起来的感觉 好这就是 刚敷的 这就是 保养的 差别就在这边 那我先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真的买到这种 专业式的 没法剪刀 你非常需要注意的就是 离你的手远一点 因为 你真的只要轻轻的 碰到你的 手或者是皮肤 他一定会流血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很常在 剪头发的时候很容易剪刀自己的手 那如果你没有注意就像诺曼这样 这就会有一个 皮直接裂开 这是以前在练习的时候啊 因为剪刀很利嘛 他直接把肉直接跳掉 所以 他们这种钢材呢 其实是非常锋利的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 好以上这就是剪刀测试的 方法 那如何挑选一把适合自己的剪刀啊 你可以从长度去挑选 我最常剪的就是 7寸刀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把 5.5寸刀 然后还有一把就是6寸 6寸刀 这三把的 尺具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 短 中 长的这种感觉 女生的话 我通常会建议拿5.5寸跟6寸 那男生的话 5.5寸6寸7寸都可以 你看到蛮多谁是都会选择拿7寸刀 是因为 他的口径比较长 所以去掉头发量 可以比较多 但是相对的 他的危险性 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拿一支7寸刀 这样去剪头发 他走的距离 其实是比较远 比较难控制的 那如果你选择一把5.5寸的剪刀 去做修剪 其实是离自己比较近 或者是你眼睛比较近 你比较好去掌握他 所以如果新手在选择剪刀的时候 我建议不要 一开始就选择到这种7寸刀 你会非常容易剪到你自己的手 因为距离你还没办法长控 头发 盖在你手上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你现在 的手指头在哪里 你可能只看到头发 但是你直接剪下去很容易 头发跟你的手一起剪掉 所以呢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减法的稳定度的差别 比如说 好以我们开车来举例 你开台小车 在做转弯 跟开台巴士 在做转弯 这种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初学者 我会建议你可能选择 5.5寸6寸的剪刀就好 那如果是一般你已经是一个很熟练的生意师了 你拿6寸7寸刀都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剪刀的介绍及教学 那最后 做一个重点整理给大家 第一个 剪刀分别为 瓶剪 打薄刀 跟弯刀 或者是划剪 价位从百元 千元到万元的 都有选择 第三个 测试剪刀的时候啊 你可以用卫生纸或者是头发 看它的利落度 包含它剪裁的切口 好不好 第四个 选择设计的剪刀的话 可以依照你熟不熟练去选择 你是要 5.5寸的 6寸的 7寸的剪刀 好那我们今天教学分享到这边结束了 最后若曼会送出一组 刚夫的剪刀组 这是钥匙黑的颜色 这是6寸的干湿两用剪 跟15%的 打薄剪刀组 在这影片下方留言 你在学剪法的时候遇到的任何问题 我就会从留言中 抽取 一位 在3月21号YouTube社群里面公布得奖者 其他朋友如果对于 刚夫这系列剪刀有兴趣的话 我会在影片下方的咨询栏附上 订购的表单 那大家可以去那边做填写 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 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这边有FB跟IG 这边有LINE跟微信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来这边私讯 或跟我预约 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